第28题 某啤酒瓶上的部分标示如附图所示 下列叙述何者错误 A选项说这个啤酒的体积百分浓度是5% 我们知道 酒的标示的浓度就是用体积百分浓度来标示 也就是每100毫升的酒里面有多少毫升的酒精 这个标示上面写了5% 所以选项A说 它的体积百分浓度是5% 这个是对的 B选项说这啤酒是混合物 这个酒里面最少是有水和酒精混合在一起 所以酒类是混合物 所以B选项说啤酒是混合物 这也是对的 C选项说这啤酒含有酒精300毫升 那我们刚才讲过了 酒的标示是体积百分浓度 就是每100毫升的酒里面有几毫升的酒精 现在是5% 就是100毫升里面会有5毫升的酒精 现在总共有0.6公升 也就是600毫升 所以我们算出来之后就发现 它里面含有的酒精是30毫升 所以C选项说这瓶啤酒含有酒精30毫升 也是对的 诸选项说这里的啤酒里面酒精是溶剂 这个是错的 因为只要是水溶液 溶解于水中的水都是溶剂 其他的都是溶质 所以应该是酒精是溶质水是溶剂 所以第28题问我们说下列叙述何者错误 我们答案选的是猪 这瓶啤酒中酒精是溶剂 这是错的 酒精是溶质水是溶剂 这有ulk浪imm 好好观看 像里面 ت